12月26日 是霍建华的42岁生日 林心如在每一年的今天都会准时为霍建华送上祝福 此次也不例外 他了解老公喜好 为其准备了全套造型蛋糕 还在网上晒出了新鲜出炉的全套造型蛋糕照 这份心意让人感动 很多明星朋友纷纷留言替皇上庆祝 林心如丝毫不避讳 高调地公开向霍建华示爱 喊话霍建华称 Happy Birthday 生日快乐 希望你的每一天都开心幸福的 好好享受当下每一分每一秒 健健康康地陪伴女儿快乐长大 Love you 虽然夫妻俩已经结婚五年 都是老夫老妻了 感情仍似从前 仿佛如热恋一般 是娱乐圈的一股清流了 林心如为霍建华准备了这么多的惊喜 私下不知道用了多少心思 他调侃自己绞尽脑汁的想 这下是真的没招了 不知道明年要做什么蛋糕 又隔空撒了一把狗粮 很多明星朋友也被这狗粮hold住了 侯佩岑修杰凯纷纷留言 侯佩岑大赞林心如真的太用心了 言语之间都是对林心如的欣赏 她也送上了对霍建华的生日祝福 修杰凯毫不掩饰对林心如准备的全套蛋糕的喜爱 看来林心如的审美得到了圈内好友的认可 不过这份心意才是最重要的 林心如每年都用心为霍建华庆生 霍建华去年生日时 林心如特地为其准备了一辆红色法拉利跑车造型的蛋糕 还以女儿的语气为霍建华送上生日祝福 霍建华和林心如于2016年结婚 2017年两个人的女儿降生 霍建华爱女如命 甘愿为女儿做女儿奴 更解散了在内地的工作室 专心回到台湾发展 林心如减少了拍戏量 转型做了制作人 她今年带着新作华灯初上回归 一经播出就被获好评 霍建华不善言辞 相比林心如的主动热情 每一次两个人公开同框 霍建华总是显得沉默 两个人还曾经在街头被拍到吵架 林心如多次公开力挺老公 赞她是个很有责任感的人 对女儿更是没话说 被质疑婚变 林心如一句话就把媒体对了回去 还敢慨如果两个人感情真的有问题 又为什么反过来爆料林心如怀了二胎 事实上 林心如和霍建华只是不爱秀恩爱 私下他们常被路人拍到一起牵手逛街 看起来感情很不错 也用行动澄清了谣言 与优营举弹 与优独合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